大年初一群黑衣人来到宅巷口哄得一声火光四散 炮烛直冲上天 巷弄内被红彤彤的火光照亮 这是在晚间十点半左右在台北士林射中街 有民众反映黑衣人任意放烟火上前制止 结果引起不满 对方竟然当场放火再引燃其他爆竹 似乎是想挑衅 看看现场巷子内两旁满满住家 一楼又停了不少汽机车 要是方便炮的方向不对 有可能引燃火势 这样就比较不好 放烟火当然是到比较空旷的地方去 对 也比较安全 觉得过年气息热闹还OK 因为中国人总是一个洁清 不要太离谱就好了 住户说过年期间难免晚上都会有人放鞭炮完 但其实台北市有规定 只能在河滨放烟火 施放爆竹烟火的时候 可能会导致人员的伤亡 或者是引起火灾 所以在台北市市区 是禁止做释放爆竹烟火的动作 初二到初五只有开放 河双21号公园的龙舟点金厂 和符合河滨公园上游 大约100公尺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其他地区放烟火 统统违规 而要是大型的庙会活动 则是得提前申请 另外家长也要注意 12岁以下的孩童不能单独放烟火 否则开罚3000到15000元罚还 过年开心放鞭炮也要多注意 小心别因此触发也出了眉头 记者谢晚上旅警台北报道